好莱坞男星雷利奥塔近日突然去世 中年67岁 雷利奥塔的去世相当意外 因为他正在多米尼加拍摄新片《危险水域》 据称雷利奥塔是在睡梦中死去 尚未有更多细节被公开 雷利奥塔1954年12月18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 拥有意大利及爱尔兰血统 毕业于迈阿密大学 1964年涉足影视圈 在NBC电视台热播的肥皂剧 另一个世界中展露头角 1986年在好友梅兰妮格里菲斯引荐下 与他合演了影片散弹碌碌 并一片中那个心狠手辣的贾氏范一角 入围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奖 1987年在无兄无弟里 则饰演了一位照顾弱智兄长 无微不止的一刻学生 1990年雷利奥塔因主演大导演 马丁斯科赛斯的黑帮经典电影 好家伙名声大造 雷利奥塔因外形异正一些 所以戏录很广 作品虽不多 但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水准 他参演的其他代表作品 还有汉尼巴 偷心俩母女 及美国独销等 这些电影在口碑和票房上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